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 任何时候都不相信 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朋友 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 黑利还表示 特朗普和普京的会晤应该举行 对此他也是期待了很久 另外他强调道 他对美国对俄罗斯实行的政策很满意 7月1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 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俄两国总统首次举行正式会晤 双方就包括叙利亚和中东局势 乌克兰危机 伊朗和问题以及所谓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等 所有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DM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字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